横跨打击乐、管乐和弦乐的生子乐籍 创团成军超过20年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乐团展演、排练场租和音乐教育等收入来源 都被迫中断 所幸在2019年开幕的艺文空间 透过持续供应高品质的咖啡豆 拓展销售通路 增加了些微的收入 也希望民众能够支持购买 帮助艺文团体度过这波疫情的难关 以集乐团起家的生子乐籍 横跨集乐、管乐和弦乐领域 2019年在华联市博爱街成立艺文空间 生子驿站、生子咖啡 去年才庆祝成军20周年 今年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迫使乐团展演、场租和音乐活动等因此中断 现在透过生子咖啡馆供应优质咖啡豆 暂时让乐团能有微薄的收入 今年三半年疫情又再度来袭的时候 乐团跟我们的空间 就是我们的琴房排练场 那当然还是一样受到不少的影响 那展演活动整个都停下来 那但是我们的咖啡店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跟累积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累积了一些我们的忠实客群 那我们也累积了一些喜欢我们的咖啡口味的朋友 那因为疫情时间大家不方便到外面来喝咖啡 但是在家里冲咖啡 煮咖啡的比例就变高了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虽然内用跟饮品的部分卖的变少了 但是我们的咖啡豆却有一点点微服的成长 就买咖啡豆回家自己冲咖啡的人变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咖啡店成为我们整个生子的团队 包括乐团跟空间的部分 唯一还有能够维持一点点的获利空间 然后利用咖啡厅的营运去支撑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开销 那当然就是整个人事成本还是蛮高的 因为乐团有很多没有办法做的展演 那我们只能提前做规划 譬如说我们先跑明年度的计划 或是今年第四季的计划 让整个乐团团队是有事情做 然后可以来思考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疫情影响乐团收入掉了近期成 目前场地租借提供线上教学 也仅有两成的收入 除了指望文化部一文纾困尽快审核通过 也积极专注于生子咖啡馆的事业 拓展咖啡豆的销售通路 包含外送平台 知名电商平台等 那我们的咖啡豆都是我们精心挑选 从非常多的豆子里头挑选出 性价比蛮高的一些豆子 它是我们集中在中价位 就是不要让大家一直花钱买很贵的豆子 我们介绍一些中价位 价位合理的 然后口感蛮好的一些豆子 然后我们在很努力的烘焙跟测试之后 就我们推荐给大家喝 这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我们成立这个咖啡厅 希望分享好咖啡 也希望大家喜欢疫情之后 可以来享受我们这个舒服的一文空间 林希泽表示每一批生豆都是经过手工精挑戏选 以确保消费者喝到的咖啡是健康无杂味 品质优良又价格合理 也要让消费者收到新鲜并保有最佳口感的咖啡豆 希望更多民众支持购买 帮助一文团体度过难关 也希望这波疫情早日趋缓 更多购买详情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生子益站生子咖啡 记得长方艳华理事报道